大家好 歡迎來到弱電不斷電 常常有許多朋友在問 我已經把我的網路線接到我的監控主機了 或者是我的網路攝影機上面 甚至是我的NAS設備 可是為什麼我還是沒有辦法做到遠端監看的部分 那是不是我的設備壞掉了呢 其實不是 通常我們安裝好我們的分享器之後 我們還要再做最後一個步驟 才能真正讓我們的監控設備 它的遠端連線功能能夠正常運用 那這就是今天我們要跟各位觀眾朋友分享的主題 如何設定分享器的開破功能 首先我們要先確認我們的網路接線方式 是否正確 我們先從數據機這邊接上我們的網路線 那這條網路線呢 再接上我們分享器這邊的WAN孔的部分 再從分享器的LAN孔這邊插上一條網路線 那這條網路線呢 就直接接上我們的網路的設備 像我們今天準備的是一台DVR的錄影主機 那我們的網路線就接上它 首先我們要先申請固定IP 如果說你是第四台的網路業者 可以直接跟網路業者申請 如果說是中華電信的話 可以上Google 然後搜尋HiNet固定IP 然後我們會點選這個連結 進來之後呢 這邊我們點選馬上登錄 馬上登錄之後 這邊它會請我們輸入我們中華的帳號密碼部分 那我們現在這邊先輸入一下 那我們輸入我們的帳號跟密碼之後 我們按登錄 登錄之後它會告訴我們說 目前是八個浮動IP的一個狀態 我們可以申請這一個 一個固定IP 七個浮動IP 那這邊再輸入我們的Mail信箱的部分 接著按我已閱讀並同意 然後再按送出申請 我們的固定IP就申請完成了 首先我們打開我們瀏覽器之後 點選左上角的網址列這邊輸入 192.168.1.1 那我們就會登錄這邊 登錄我們分享器的帳號密碼 登錄我們分享器的帳號密碼之後 我們按登錄 進去之後呢 我們會在左邊這邊會看到一個 外部網路 外部網路 接著在中間這邊 有一個自動取得IP位置這部分 我們把它選擇PPPOE 選擇PPPOE之後呢 我們往下拉 這邊會有一個PPPOE的用戶的名稱 我們先輸入我們中華的帳號之後 那再輸入小老鼠IP.hinet.net 接著這邊輸入中華的密碼之後 那我們這邊按套用 這樣我們就設定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去設定 我們分享器開PPPOE的部分 首先我們先點選左邊的外部網路 上面這邊會有個虛擬伺服器 我們點選下去之後呢 下面我們就會有虛擬伺服器的設定部分 首先我們要把虛擬伺服器功能打開 這邊選是 那這邊會有一個服務的名稱 例如說我們第一個的話 我們PoE的話 可能很多的錄影主機 它的預設是80 名稱我們可以自己取 那這邊有個服務範圍的話 我們就一樣打80 那IP位置 就打我們的錄影主機的IP位置 假設我們錄影主機是192.168.1.100 那這邊本地通訊鋪跟剛剛左邊一樣 也是80 我們按新增 然後再來這邊第二個 一般錄影主機大部分都會有兩個PoE 我們這邊就一樣 我們就開了6666這個PoE 那我們就一樣打上我們錄影主機的IP位置 好了之後這邊一樣6666 OK 按新增 那我們再按套用本頁面設定 這樣我們開PoE動作就完成了 我們把固定IP設定好 以及分享器的開PoE部分功能都設定完成之後 我們的網路設備 你就可以直接連線回去做正常的運作 例如說有的監控主機 你可以用電腦直接連回去看家裡畫面 或者是我們也可以直接用我們的手機 打開我們APP 輸入你的IP位置跟帳號密碼 我們也可以連回去看到家裡的現場畫面 這個都OK 當然如果你搭配的是NAS系統 你也可以用手機連回去 上傳檔案或者是下載檔案 這個都沒問題 讓我們來針對今天的影片 來做一個重點整理 首先第一 我們要確認我們的網路接線方式是否正確 第二 我們要申請固定IP 第三 我們要在分享器設定固定IP 第四 我們要在分享器設定開PoE的功能 第五 我們要用我們的電腦以及手機 去測試連線的部分是否可以正常運作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 對我們的頻道的影片內容有興趣 歡迎在我們影片下方幫我們按個讚 同時也請您訂閱分享我們的頻道 也別忘記要幫我們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